而另外一边,林九娘回到厨房拖出案板,洗干净之后直接开猪头,林九娘板着脸,手举着刀恶狠狠地一刀砍下去,猪头没开,再来。 一个好好的猪头,在林九娘的蛮力摧残下,终于一分为二,露出了里面白花花的脑花。 娘这个样子,好吓人。 看到他娘又要举着刀继续砍时,刘四郎紧张地吞了吞口水。 娘,你要不先把猪头皮给剥了些,我,我看到杀猪酱都是先剥了猪头皮,再剁骨头,好像就很容易了。 你来。 我,我不会。 不会,刚好,让你学,不是见过吗?人家怎么做的,你就怎么来,麻利点。 林九娘冷笑,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,胆子小的可真是够可以。 我现在去煮饭,我煮好了饭你要是没剥出来,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刘四郎哭丧着脸瞧了一眼阿娘的身影,双眸落在那被剁开的猪头上,紧张地吞了吞口水,拿起菜刀的手忍不住有些发抖。 拿着刀的手,颤巍巍地伸手去割,但手一抖刀一偏,锋利的刀刃瞬间割破了她的手指。 啊,疼。 林九娘刚好拿着锅走出来要刷,瞧见了这一幕,眉眼一拧,锅真是干啥不行,这是第一名。 看到猪头肉上沾上了人血,林九娘一脸厌恶,她肉已经够多,不需要她再加菜,板着脸打起一桶水,直接泼了过去,然后自己动作麻利地开始分割起猪头肉来。 娘。 我让你住在这儿,是让你来干活的,不是让你来给我添堵的。 十三岁用个刀都能伤到自己的手。 牛四郎,你不想干活就直接说,不需要用这种自残的方法。 我这里不养废物,不干活就不要吃饭。 再加上你今天的表现,中午这顿饭,你不要吃了。 说完之后,林九娘直接端着猪头皮和头骨朝厨房走去。